哈喽 那么这一节目的话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解这个项目的一个管理 上节目的话 我们是已经写完了这个后端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写一下这个前端啊 那打开一下这个浏览器 啊 哎 我看一下啊 好 那么现在前端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项目管理当中 我们首先还要给他定义好一个这样的页面 一个这样的组件 对吧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到这个VSCode当中啊 12的话 在这里啊 我们的话来创建一个文件 或许我或者这样哈 因为后面的话 我们在这个项目管理当中哈 他有很多的这个文件 那么为了发明管理哈 我在这里的话 就给他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这个project 实际上的话 所有和这个项目相关的这个啊 view文件 点view文件 我都把它给放到这个里面来 好吧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首先先来创建一个就是project 类似的点view啊 就是项目列表 项目列表啊 因为你点击这个项目管理的话 肯定是先要来到这个项目项目列表 对吧 先要来到这个项目列表啊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来写个view来写个view 实际上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project 类似的 只要在这里 我来写一个就是项目列表 对吧 项目列表啊 好 写完了以后 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的话 再怎么样呢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路由当中 做一个这样的映射 对吧 好 来到我们的这个路德时段 点接时当中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啊 因为这个项目的话 它是属于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一个子路由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写啊 好 那么的话 把这三个来把它给拷贝一下 可能加C 可能加V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写一下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是project 好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 我们来导入一下这个project啊 叫做这个project 类似的 好 然后的话 把这个东西来拷贝一下 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project 类似的 对吧 OK 那么这个写完了以后 那么下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frame当中 在这个项目管理这个地方 把它给改成我们的这个路由 对吧 那么的话就是project 对吧 project啊 好 我们在恐惧加S保存下 然后的话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走一下啊 好 我们点击这个项目管理 哎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来到了这个项目列表啊 虽然上面这个地方没有动啊 这个地方没有跳转到这个地方来啊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组件已经更换了吧 上面这个哈 就是关于它的一个激活的状态哈 我们先不去做 后面的话 我们专门用一些 课程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的一个实现 好吧 好 那么现在的话项目列表是已经来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啊 中心点聚焦在这个上面的一个实现 对吧 好 那么这个的上面的话啊 这个实现的话 其实也并不难哈 呃 那么这个代码一些html的代码的话 在这里好 我就不带大家重新去写了啊 我们主要是学习这个里面的这个测试平台的一些思路啊 因为这个css的话啊 之前我们在讲解那个view叫gengle和那个gengle的时候啊 已经讲的非常的多了啊 那么在这里就不就做过了讲解了 我们在这里的话也是先要找到我们的这个project这个list这个组件对吧 是要在这里我们的话就可以把一些相关的东西来把它给导入一下啊 把它给拿过来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是这一些我们的话把它给拿过来 这个地方 呃 哦 我们可能叫c 啊 可能叫c 然后的话再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来 对吧 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来 来到这个project的list当中 来到这个地方 好 我们可能叫v 啊 这个地方的话 还有一个新增项目的这个project啊 dialog这个的话我们先来把它给删掉吧 呃 那么在这里哈 还涉及到有一个封页 这个封页哈 之前我们在跟大家讲解那个view家捐口的时候啊 就是讲那个啊 商家管理的时候 商家的时候有那个封页的一个功能 那么因为我们在这里哈 这个项目的话是比较少 说的话我把它的这个封页哈 把它给删掉 把它给删掉啊 就不要用了啊 好 然后的话在这里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搜索啊 那么这个搜索的话啊 之前我们在跟大家讲解那个view家捐口的 课程的时候啊 在讲解那个美团项目的时候啊 就是那个美团前端的时候也讲过这个搜索 在这里哈 我们的话也不去重复了 好吧 也不去重复了 如果你想去想怎么去实现的话 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非常简单啊 就是用一个表单去监听这个用户的一个输入 对吧 然的话在这个点击事件当中 去给他发送这个网络请求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在这里我们的话就来把它给不用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叫做projects 对吧 projects就是项目的这个 呃列表项目的列表啊 那么项目的列表的话现在是还没有对吧 现在的话还没有 但是我们的话在这个地方先要给他定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列表啊 不然的话是为空的对吧 不然的话是为空的 好 这个地方写完了以后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是需要怎么做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哈 还有就是编辑项目的这个呃 点击事件 我们的话需要实现一下 不然的话待会会报错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是messus 好 我们暂时先不去做里面的事情 我们的话先来啊 写一个这样的 好吧 好 我们再来保存一下 来保存一下啊 什么的话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是一个项目列表 对吧 什么的话有这个项目名称 类型最后修改时间 描述状态操作 这个已经出来了 这个表格已经出来了 对吧 只不过的话 现在是没有这个数据 没有这个数据的话 那么现在哈 我们的话需要给他增加一个按钮 需要给他添加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是可以用来去呃 添加这个添加这个什么呢 添加这个 添加这个呃 项目的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还有一个东西啊 我们刚刚的话应该是上多了 就是在这里 就是新增项目 对吧 新增项目啊 好 新增项目的话 我们我把它给拷贝一下 我把它给拷贝一下啊 好 然后的话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我给他直接写个div啊 好 然后的话 在这里哈 就是呃 我的 因为这个新增项目啊 因为这个新增项目哈 是这样实现的 就是上面这个地方有个按钮 我点一下 然后的话 可以弹出一个这样的对话框 那么这个对话框当中的话 就可以去输入这个项目的一些信息 好吧 那么这个对话框的话哈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Element的UI好吧 可以看在Element的UI 啊 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的话 也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 就是你可以再去看一下 好吧 可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左边这个组件太多 不太好搜索的话 对吧 不来找的话 那么的话 你就搜索一下 就是呃 带到个 对吧 对话框 好 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 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的话 来点一下一个 打开签套表当的这个对话框 是不是这个吧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想要的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活动名称 把它给改成这个项目名称 对吧 把它给改一下啊 那么点击确定的时候 就把这些数据发送给这个服务器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的表单哈 就是我们想要的啊 你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 它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在这里哈 我们的话就直接把我们之前写好的 这个dialog 来把它给拿过来 好吧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恐惧加C 使用好的话在这里啊 我们的话来恐惧加V啊 好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有一个变量哈 是用来去控制这个dialog 是显示还是隐藏的 对吧 叫做什么呢 它啊 那么我来把这个变量来添加下 来添加下啊 默认情况的话是fors 默认情况下是fors的话 就是默认情况下 它是隐藏的 它就不会显示啊 好 接下来 还有另外一个的话 是这个表单哈 就是以后你像这个地方哈 你像我们的这个地方 在这里呃 怎么呢 在哪里呢 你这些表单数据 对吧 你输入完成 又 它把这些数据要绑定到哪个对象上面呢 那么的话 就是绑定到这个project form上面啊 好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定义好一个这样的表单啊 好 那么这个表动的话 它里面有什么呢 有这个内幕 对吧 有这个内幕 默认情况下 视为空 还有的话哈 是这个呃 这个项目的一个类型 就是这个type 它到底是属于这个网站类型 还是app类型 对吧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也是来写个type啊 好 然后的话 还有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呃 这个地方的话 还有是描述信息 对吧 描述信息啊 好 还有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啊 没有了 没有了啊 就这几个字段 就这几个啊 然后在这个表单当中哈 大家的话 应该都知道 它是不是还有一个规则吧 ros 对吧 就是这个规则的话 用来控制你这些输宽单当中 对吧 啊 输入是不是规范 有没有输入等等这些东西啊 那么这个的话 跟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讲解 那个登录的这个ros 实际上是一样的 登录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个ros啊 看到没有啊 那么在这里 我们的话也要来写 给大家写个ros啊 好 在这里的话 我们来写个 好 那么在这里哈 我就把我之前的这个ros 来把它给拿过来啊 因为这个的话 实际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对吧 好 恐龙加c 然后的话在这里 我们恐龙加v 就是针对这个名字 和这个类型进行选择 因为名称的话 是必须要输入的 类型也必须要选择 但是哈 这个描述信息的话啊 可以写 也可以不写 所以的话 在这里 我们的话 就不用去给他添加这个ros了 对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写完了 写完了以后哈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能不能够通过点击 把这个对话宽 把它给弹出来 好吧 好 这个地方 我们恐龙加c 实际上的话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点一下它 好 这样的话 这个对话宽 是不是现在已经出来了吧 已经出来了的话 那么就OK 好 接下来的话 再来把这个按钮的一个样式 来把它给变美化一下 好吧 首先的话 先让它 就是上下左右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给一个class吧 就是top group top group的话 它的这个 呃 padding 上下的话 上下的话是10x好吧 左右的话是为0 好 那么接下来恐龙加c保存下 只要的话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 就是它距离左右两边的话 有点间距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把这个按钮的话 放到我们的这个右边吧 放到我们的右边 那么的话 我们就让它怎么样呢 就是testerline right 对吧 哎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跑到右边来了吧 然后还有的话 是什么呢 就是 然后我把它给变成一个蓝色的 那么这个蓝色的话 只要去修改一下 它的这个 呃 type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type 来把它给改成什么呢 就是第啊 primary 好 再保存一下 哎 这样的话就是新增项目了 对吧 好 我们点一下它 就可以弹出这个 那么下一个部分的工作的话 就是比如说我输入 对吧 我选择 我选择 好 我点击确定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给服务器发送这个请求 给服务器发送这个请求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一步到位来讲完吧 就是在这里 我们已经给这个什么呢 已经给这个确定按钮给的绑定了一个点击事件 就是什么呢 on submit add project 对吧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复制下这个事件 什么的话 在这里哈 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现在哈 在点击的时候 对吧 我首先先去确定一下你这个表单有没有问题 那么的话就是这次点这个多了 ifs 就是先通过这个if去获取到你的这个表单啊 哎 这个地方的话写了 对吧 叫做他 好 然后的话是外的对 好 判断下 如果没有验证成功 对吧 那么我们的话就返回 我们的话就返回啊 呃 好 那么这个网络请求的话 我们放到下节视频跟大家讲吧 这几个的话 大家先来把这个部分的工作来跟一下啊 可能会如果我讲的太多的话 可能有的同学一次性哈 跟不过来 对吧 好 我们的话就先讲到这里啊